随着扳机扣动 一条条火龙顺时间喷涌而出 火柱喷出温度高达800到1100摄氏度 喷火可不是简单的瞄准激发 在喷火瞬间所产生的超强后座力 对于喷火兵来说操作难度高 危险性大 喷火的时候后座力大约有65公斤 底尖稍有不实 人就会被直接推倒 陈县江是去年9月入伍的新兵 喷火兵专业艰苦的训练不断考验着他的意志 每次搞训练都是反复朝枪 有时候一拍就是一两个小时 不但要瞄准 还要保持人枪一体 人枪一体就是他们把我的脚和枪抬起来 我还能保持一条直线 人枪一线 人枪一体 只是喷火兵的基础入门 他们还要进行握姿 跪姿 利姿 抚养脚喷火等训练 每个不同的喷火姿势都考验着喷火兵的技术和耐力 枪抖 抵得太低了 调高一点 好 塞布贴一枪多 瞄准 喷火 好 腹部用劲 好 喷火兵的练成并非一日之功 只有经过长期的刻骨训练 才能磨练出实战硬功夫 在一次次风险考验中成为真正的战场火龙